山西省林坟市习县小西天景区 因作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之一 被大众熟知 国庆假期 只有9万人口的习县 却接待了超9万人次的客流 成为文旅新贵 小西天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被誉为中国悬俗艺术博物馆 核心景观169平方米的殿堂内 供奉了近2000尊佛像 仅能容纳40人左右同时参观 一时的颇天富贵 让这座小县城受宠若惊 接待能力不足 成为小众景区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如何变流量为流量 变网红为长红 习县副县长吕学会表示 小西天景区要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景区吸引力 那么在下一步 在小西天景区的核心景区的建设上 我们想的是一定要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要做的就是增景流人 增加一些花卉景观 还有一些禅艺的 有特色的蒲垫啦 佛登啦 第二个呢是增摘流人 就是我们可以开发一些 好吃好看 又可以网上打卡的一些素摘 第三个是增素流人 就是我们要开发带有禅艺的民宿 来到这里 你可以静静地过一晚 来感受我们静静的禅艺环境 第四个是增益流人 就是我们已经对文物进行了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扫描 可以开发一些放一些3D的影片 同时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些 沉浸式演艺节目 通过这四点呢 让小西天核心景区 本身增加它的吸引力 习县是传统农业县 因盛产玉露香梨 被誉为中国金梨之乡 其文旅产业刚刚起步 旅学会表示 未来习县将完善全线基础设施建设 开发更多旅游资源 满足游客吃住行 游购鱼的多元化需求 在导游服务上 内强素质外属形象 我们要增加这些外文翻译 包括英文 俄文等 就是让外国游客来了 有更好的体验 文旅路线的开发上 就是要增加这个古色古香 古加红 古加绿 我们习县也是红色革命老区 可以是一趟小徐天加革命老区的 红色旅游专线 还有一个小徐天加绿色生态区的 这些一些文武专线 让大家来了以后 能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